不可否认,任天堂是游戏界的巨头之一 它也帮助了创建一个围绕它的整个文化 任何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的孩子 仍然怀念它的经典之作 结巴又怎样? 你好,我是口才超烂的八弟 今天我们来谈谈 索尼PS永远的竞争对手 任天堂的故事 在影片正式进入正题之前 如果你对这一类情的影片感到兴趣 不要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关于这一类情的影片 在日本古代城京都 一条狭窄的小巷里 一名商人,也是工匠 三内房子狼,坐在他的办公室 设计色彩鲜艳的卡牌 卡牌被称为HANA FUDA 这是一种专制精美,手工制作的卡牌 卡牌非常受欢迎 很快三内先生不得不聘请员工 来帮助他制作卡牌 三内先生不知道,也永远不会知道的是 他的卡牌店于1889年9月23日在日本开业 将在一个世纪内成长为世界上最大和最有影响力的游戏公司之一 这就是任天堂的开始 在接下来的70年里 任天堂公司精致制作了装饰着自然场景和符号的卡牌 HANA FUDA花牌被分为12套 代表一年中的每一个月 它们受到传统日本游戏的影响 也受到西方扑克牌的影响 然而不像西方扑克牌使用游戏 而是使用图片 任天堂的卡牌在日本各地流行起来 但最终这些色彩鲜艳的图片 与赌博以及被称为YAKUZA的暴力团有关 YAKUZA这个名字实际上来自数字89和3 而且也是OITRO KABU的纸牌游戏中 获得零分的称号 YAKUZA的成员 甚至把任天堂卡牌上的插图纹在身上 在日本 许多人不再喜欢玩HANA FUDA 因为他们与犯罪的历史联系 但卡牌的成功 意味着任天堂继续生产HANA FUDA 直到他们在20世纪 60年代失从 在这一点上 任天堂公司被取信领导人 一个名叫山内普的人 开启了新的开始 1950年 年仅22岁 山内房治狼的曾孙 接管了任天堂 他被称为一个激烈 有时来势汹汹的领导者 但有一个充满激情和创新的头脑 他的愿景是将公司 扩大到除了卡牌制作之外的不同企业 包括玩具和娱乐商场 更讽刺的是 山内普从来没有喜欢玩电子游戏 在制造高附加值的电子游戏方面 该公司取得了一些巨大的成功 但没有像即将到来的那样 在20世纪70年代末 对快速进行技术的投资 将任天堂推向了全球舞台 这项技术就是电子游戏 亚达利、美泰和台东等公司 已经开始在这个市场上发展 1975年 任天堂开始开发他们的第一个电子游戏系统 到1978年 他们制作了棋盘游戏 欧塞罗的电脑游戏版本 但这只是个开始 1980年 任天堂的公本帽 开发了一款开创新的游戏 被称为大金刚 访派是一个巨大的大猩猩 与取之不尽的桶 而主角是一个穿着红色服装 戴着红帽子的人 他被称为叫Man 但你可能以另一个名字认识他 马利欧 大金刚成为阶级界的抢手 加man很快就更名了 他的名字灵感 来自于拥有任天堂美国总部 所在仓库的房东 马利欧西格莱 任天堂创建了新的游戏 包括大金刚Junior 塞尔达传说 和超级马利欧兄弟 超级马利欧兄弟 红遍群球 很快世界各地每一个人 都认识马利欧这个人物 随着这些游戏的成功 任天堂还推出了一款名为 任天堂娱乐系统的游戏机 简称NES 他最初在日本作为Famicon发布 但两年后打入了美国市场 并帮助拯救了游戏行业 到1989年 任天堂已经成功地开发了这项技术 来发布其第一台手持游戏机 Gameboy Gameboy很受欢迎 因为它的原始设计 和电池寿命也非常长 任天堂成功的崛起 似乎是不可挡 在过去的30年到现在 它创建了任人喜爱的人物 和流行的游戏主机 是Gameboy后 新的游戏机被推出 如任天堂DS 具有多人游戏功能的双屏幕设备 任天堂V 能够在上维空间 监测移动的能力 使公司扩大其覆盖范围和影响力 根据吉尼斯世界记录 任天堂在10大销售游戏机中 获得了4个排名 仅次于有5个的索尼PlayStation 他们的任天堂DS 一直是他们吃惊为止 最受欢迎的游戏机 销售超过154万台 任天堂很快 就被认为是 现代游戏机创新的核心 但任天堂的成功 的一个主要部分 是两个游戏爱好者 他们自行出版了一本名为 Game Freak的杂志 作为日本游戏杂志的作者 和艺术家开始 Game Freak的创造人 田高聪和三声剑 决定开发自己的游戏 因为他们对市场提供的产品 感到失望 但在1998年 两款新游戏进入日本市场 很快成为全球轰动 佳能精灵 被介绍给任天堂好几次 但没能成功 不久他被重新开发成为苦态精灵 一个充满训练师的世界 在战斗和违章的虚构宇宙中穿梭 玩家可以把精灵收进小球里 Game Freak的两款游戏 Pokémon Red和Pokémon Blue的发布 意味着如果玩家想收集 151种不同的精灵 只能通过购买两款游戏 或使用Game Link 加两个不同的Game Boy 连接在一起 与朋友分享口袋精灵来完成 随着口袋精灵在全球成功 一个巨大的专营权被创建出来 宝可梦 宝可梦玩具 宝可梦卡片 动漫 漫画 和电影 导致宝可梦今天的持续成功 宝可梦创始人 Game Freak和任天堂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 也因此被恐怖 自从任天堂的低调开始 它已经上升到令人眼花缭乱的高度 它的成功是不可否认的 但它现在在充满创造力和创新的市场中竞争 索尼的PlayStation 微软的Xbox PC游戏 在线多玩家游戏和手机游戏 以及允许老将和新手开发人员 以令人兴奋和具有挑战性的新方式进行创新 一商产品会议 证明了自Prom时代以来 游戏行业已经走了多远 但任天堂已经确立了 自己作为行业领导者 和未来思维的创造者 以游戏为其起源的核心 剩下的就是看看这钱卡牌店 可以走多远 以上就是电子游戏机 任天堂的传奇故事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喜欢这支影片帮忙点个赞并分享出去 还想看到更多类似这样的影片 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有什么建议也欢迎留言 我是口才超烂的八弟 我们下个影片见